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理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金门慈悲金社举办2017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消灾超建之旅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11月3号星期五下午2点半 心灵讲座记护生 地点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五下午1点半 点灯沟水 祭大蒙山慈悲诗实法会 地点 金湖纵合体育馆 地址 金门县金湖镇市校路5号 点灯电话 082-326-651 082-326-651 防卫被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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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读一两篇 各位拿的孝顺经典 土地公传经说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承载忍辱 就是一种人我不承载 就是不孝父母的人 当然不孝父母的人 就没办法顶天地地 也不可能修行 但是对我们修行的人 连不孝父母 我们都引导他 因为我们以前监狱 就碰过很多杀父母的人 我们都要想办法影响他 影响到他会掉淫泪 他忏悔了 哪怕他在处死刑之前 他忏悔了 他都有机会超度 我们出家人叫杀父母者 听得很难听 为什么叫杀父母 无名为父 贪外为母 所以我们是杀父母 自杀者 那佛陀用这种强烈的语气 他就是希望你 你要抓得很紧 不然就会造成一个轮回 苦命 有情而不断地在轮回 所以我那时候读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很忏悔 我就是父亲 我找我太太结婚 我生下一个无名儿 让他这边轮回 这就是我的过程 但是我父母也为了生我 他们也受苦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修行 就出家 为我的父母和精进 所以我那时候出家 跟我同修讲的时候 你爸爸妈妈没修行 我爸爸妈妈也没修行 不管他们这辈子多么努力 将来还是甚至堕落伤恶到轮回 那我们做子女的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替他修行 所以我们必须放弃天伦之乐 放下吧 我们为我们的父母精进吧 特别我过去太太的父母 也不是过得很快乐 甚至 所以对他来讲 他有一点觉得自卑悲哀 家庭不圆满 所以我感觉 如果是如此 你更不应该贪爱世间的一切 现在好像过得很快乐 有先生有儿子有钱 那你要想想父母祖先超度了没有 他们离苦了没有 所以就像那个时候 我自己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家 因为我是一心一意要出家 但是障碍多得不得了 也没有一个出家人要帮我理头 你看我的障碍这么大 我已经表明了 到处讲说不要低头 没有一个要帮我理头的 所以我觉得太苦了 所以但是我自己决心不会改变 但是用尽各种方法 但是因为想到父母 那我必须要 当然父母是不能够理解的 不能够理解 但是你自己了解就好 所以只要父母知道 哪一天他就会感受到 就算活的时候他不能够理解你 往生的时候他就是靠你 所以自己要有这个 难得起孤独 因为我们追求真理 不管对方怎么 像我有发音 我一定要让我的父母家人 至少父母受了三归 我的太太儿子都受了五戒吃素 我才好出家 那为了要如此 所以我要去怎么样的 花很多时间去陪他们 慢慢的去引导他们 我带我爸爸去归我师父 然后呢 归 然后我爸爸就归下去 他眼睛就瞪我 终于他回去把我骂到天 那我成功了 成功了 归下去 因为这种他们的观念是很正常的 所以至少他归一 各位这个很重要 所以度父母是发菩提心最大的助言跟方便 难度 你又不能对他生气 你要用尽各种方法对他好 如果有一天他愿意听悟一点点 然后骂你老半天 那你都静静了 为什么父母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也要放在心里 灵蛇生命 不起珍贵心 你不能对父母发飙的生气的 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只是说 你为了要让他学佛 你要用什么方法 对我来讲 我很有帮助 是因为我经常必须要讲课 而且我讲课的对象 我喜欢到监狱 这些社会人士 他不是要听你讲 波瑞心经 什么六祖坛经 他也不是什么佛学讨论会 论文发表会 他要的是 你这个讲法 有没有真实的经验 对他有没有帮助 所以你必须对这些人事物 有一种自他交换 体悟到他的心态 而且能够对他的内心有所帮助 那这个动机有了 那我们再来看经典 那就不会错 而且你越有利他的动机的时候 然后你对经典的这种需求 尊重 你会更深刻 就像妈妈在肚子痛 那个药吃了 它会停止痛 那个药对你是如意宝 就像各位你有哪一个痛 你出国的时候 你那个药会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万一我快发作的时候 一吃下去不然会死掉 我曾经有一次他们北京团 带团去 有一个人死在厕所 他心肌梗塞 他上厕所太用力了 然后就心肌梗塞 忘了带药 所以佛法的意思说 你必须要 时时刻刻把这些 放着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我必须用法 去观察所有的一切 请翻到二十六页 有一句话 拥有贫穷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为什么 因为有佛法 有经典就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深入精湛 我们就有方向了 看经典就像佛在亲自给我们讲话 那我们生命就有方向 什么叫拥有贫穷 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这是出家的意义 出家就是要处理金钱 欲望 感情 权利的家 这样子 很单纯的 去利益众生 有这个烦恼 世界的自由人 就是没有拥有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 是我的 所以要安住在这种 一切法 毕竟空 如果你拥有 什么是我的 那就是执着 执着 你就会痛苦 所以 处理世间的一切 那你才可以拥有 占有的人 没办法拥有 对不对 就像各位 我们在这几天 请问我们这个道场 好不好 好也要放下 好 爱惜它就好 但是你不要想说 这个变我的 把名字改过来 那你多一个烦恼 因为你想要去管它 但是我们就 享受当下 享受当下 融入 我一直强调这个融入 人有个性 千万你 你如果不融入在这个当下 你的个性 依然是你 好可惜 所以各位住在荷兰 你回去 看起来 你像荷兰人 还有一点意思 所以 因为你去了 十四天的荷兰 或是哪里 你要去吸收 它的精髓 而不是 找到它的缺点 然后你身上 只有它的缺点 人家叫 这叫 功德总级 有些人叫 业障总级 不好 都在它身上 好的 他都没学到 那不可惜了 所以 那决定在你的心态 如果你有大悲心 那你永远都是 优点 如果你有 称恨心 排他心 你永远怕别人 那以后你会变毒蛇 为什么 你怕每一个 连同类你都怕 所以你的动机 决定你的未来 千万不要让自己 有排他之心 不然的话 你就会 一直吸收缺点 你要防人家 防人家伤害你 那所以 为什么要念佛 或是以菩提心 念佛诵经 就转化自己 让自己进入 清静的 慈悲的 真理的世界 然后以这个 真理的世界 又显现在你的 待人接物 上面 好 你要念我们 念慢一点 平常各位就是说 慢了就可以 马上可以文思修 然后当下你就吸收 所以我很喜欢念经 我都自己念慢慢 然后一直思维里面的意思 当然里面还有几个重点 再拉回来 再思维一下 然后马上进入你的生命 佛法就要把这个法 入心里面 入到你的生命 你看完这部经 你马上 得到这部经的经水 马上产生在你的行为上面 所以 你就天天看不一样的经典 然后你就天天都在进步 来 正义阿含经 结录 世尊告出比丘 叫二人做善 不可得报恩 云和为二 所谓父母爷 若父比丘 有人以父 左肩上 姨母 左右肩上 至千万岁 一被饮食 闯入卧具 并受医药 急于肩上 放于使逆 由不能得报恩 比丘当之 父母恩重 抱之 欲之 随时将护 不失时节 得见日月 以此方便 知此恩难报 世故 世故 诸比丘 刚供养父母 常当孝顺 不失时节 好 这一段佛陀特别讲 虽然我们出家是为了个人解脱生死 但是 永远要意念父母 连出家人都要供养父母 常当孝顺 不失时节 而不是说 我出家了 我不管父母生日哪一天 哪一天 他要什么 衣服 你都要意念的 因为佛教是一称法 我想解脱道是当时候的方便说 所以佛要众生都成佛了 哪怕当初是为了解脱来出家的 佛陀还慢慢引导他们 要慢慢的走入菩萨道 好 世准告阿难 难陀罗云 如等举大爱道身 我当公子供养 这个大爱道就是佛陀的养母 佛陀 每一个佛 视线 都是 他妈妈只剩下 生完他七天就要死了 每一个佛陀 然后呢 大部分的 很多佛陀都是养母带起来的 当然 为什么要这样视线 因为 不忍看到亲生的母亲 看到他出家 把心肝裂开一样 所以出家真的是 对父母 非常的狠 父母会很痛苦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父母很痛苦 所以我们更要百分之百的精进 然后呢 来抱父母 所以 所以佛陀也 虽然我们是出家 也更要孝顺 所以要 他的儿子 还有 大一道的儿子 安难 难陀 亲自 把大一道比丘尼 大一道比丘尼 往生的时候 他那个脸就变成十六岁的少女 所以这么庄严 所以 佛陀也要亲自供养 好 二十 世体还阴 毗沙门天王 前白佛言 为愿世尊 物自劳神 我等自当供养 舍利佛 告诸天 直 指天王 如来自当知识 此事如来 所应修行 非是天龙 鬼神 所及也 所以然者 父母生子 多有所益 掌养恩重 如补怀抱 要当报恩 不得不报恩 然 足天当知 过去诸佛世尊 所生母 先取灭度 然后诸佛世尊 皆自供养 也为社利 正使将来 诸佛世尊 所生之母 先取灭度 然后诸佛 皆自供养 世尊 告诸比丘 如来出现事实 必当为五事 云和为五 一则 当转法轮 二则 当度父母 三则 无信之人 立于信地 四则 未发菩萨意 使发菩萨心 五则 当受将来 佛觉 若如来 出现事实 当为此五事 所以佛陀 都说 亲自 要报母恩 来帮父母 一为社利 应该 就是 包括火化以后 的遗骨 都是亲自 这样供养 但是最重要是 后面在五顿 就是每一个佛 视线在这个世间 那我们是学佛的人 这并不是说 你不要说 那这个等我成佛 再来做 这个讲法错了 所以以私自为己之 以佛心为己心 所以我们要 这样去做 虽然我们做的不圆满 但是我们要 惭愧心去精进 第一个 当转法轮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学习 告诉人家佛法 从最基本的 他还在吃肉 那你要跟他谈一谈 吃树的种种 特别对爸爸妈妈 没有信心的 让他有信心 没有持戒的 让他持戒 没有布施的 让他布施 那为了转法轮 各位要 上脚方便 看很多佛教的故事 还有世间真实的 真人真事 那这里面又可以 让对方接受佛法的 就像那一天 我听各位在 在听我们战事法师 讲故事 那很精彩吧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 有一些真实的经验吧 那这里面 也有故事吧 这也有好处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以利他的 因为有 什么叫轮 轮才可以断痛苦 断烦恼 叫轮 法轮 所以一定要转法轮 对自己也要转法轮 才可以消除烦恼 也要把这个法轮 既然我们懂佛法了 一定要传播出去 第二 当度父母 所以每天我们都要 现世父母 妻世父母 累劫父母 我建议各位 像我的名字叫海涛 所以我每次写牌位 累世父亲 我举个名字叫 颜涛 颜是父亲 我不能把涛放在前面 颜放在下面 累世母亲 持涛 对不对 所以 累世冤亲在主 我叫涛恩 对我有恩 然后呢 我每天都会念 习惯了 就像各位 你到哪一个地方 过去一定有很多父母 都在那个地方 只是我们是回来报恩的 对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末法还在修行 那这无量节的父母 我们都还在报恩 所以所作功德 要回想 现世父母 妻世父母 累劫父母 历代祖先 当度父母 那为了要度父母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精进 三者 无信之人 立于信地 地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了 对三宝 对慈戒 等等 不退转 那为了如此 你要有悲心 第二个 你要有方法 第四 未发菩萨意 已经在修行的 死发菩萨心 我希望各位 这一次你受到菩萨戒 我们后面这几天 比较有时间 就要来讨论一下 发菩提心的方法 功德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我们自己一定要发起菩提心 然后呢 成为别人 发菩提心 学习的对象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那当然你一定要让对方 知道菩提心是什么 无者 当受将来佛觉 这个人已经发菩提心了 那每一个佛 就会想尽办 受尽你 为什么 怕你 菩萨永远是孤独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 做对还做错 我这么努力 我可以成佛吗 那佛陀一定会 用各种方法的视线 当受将来佛觉 你一定可以成佛 在什么世界 叫什么佛 那这个人就会冲了 所以他菩提心 就不会退转了 所以若如来出现事实 当未知无事 那这也是我们该学的 转法轮 度父母 令别人有信心 让别人发菩提心 让别人不退转 放过来 我们就 我没有特别要念哪里 我只是放开那页 就念那个 因为只是说这一本 各位就有时间把它看完 来 孝顺父母 是不用这一条的 小孩子 父母也认为说 我不用养子女 你十七八岁 你就独立吧 对不对 我这个房子 也不是给你的 我大部分就捐给 或是我的老人基金 或是社会 所以在西方社会 要去谈大乘佛教 恐怕有困难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 这个孝顺经典 就是我们讲 菩提心的人 必须从最最最最基本的开始 孝顺做起 那如果你这个孝顺 这个钢肠已经断掉了 你要去推广菩提心 很难很难 所以无论如何 各位一定要 像我 像我虽然出家了 我只要有意有机会 我要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都要酝酿很久 我不知道跟她讲什么 但是我就不希望 她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担心 这样 但是我 至少天天回想 如果要 要去见她 要去打个电话给她 我都要准备很久 但是至少时时刻刻 都要恭敬的 所以我的父亲 往生了 升天 因为他的想法 但是升天还不究竟 所以我如何让我的父亲 由天到转入净土 由夏品变中品 由中品变上品 我就必须 比我在家还努力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我要去跟他讲这个很难 但是他现在 变成中因生 然后变成这个过程 首先要确定的是 他不会堕落三恶道 再来呢 就算他做神 怎么引导他 就算他往生净土 你要从夏品 一直精进到他上品 乃至上品上神 那你要有这个动力 所以不孝父母 不进沙门 等等等等 会堕落地狱 所以看到别人 有这个现象 你要升起悲心 怎么帮助他 看到自己有这个现象 你要有惭愧心 出力心 赶快改变 所以经典是 镜子 对自己 跟对众生 你要拿来用 要使用 再来 念一下 闲鲜鱼经 结录 佛于阿难 出家 在家 慈心孝顺 供养父母 既其功德 殊胜 难良 所以者和 我自意念 过去事实 慈心孝顺 供养父母 乃至生肉 既旧 父母 为己之二 以事功德 上为天地 下为圣主 乃至成佛 三界特尊 皆有私福 所以唯有孝顺 才可以成佛 那 各位如果将来有缘 能够出家 那是非常好 但是一定要 让我们的父母知道 我们出家 最基本的理由 就是因为孝顺 没有第二个理由 感谢父母 给我们生命 也能够修行 所以我们 必须全然地 代替父母来修行 所以我要出家的时候 当然我们一定要礼拜父母 一定要拜 我爸爸妈妈 不让我出家 但是我就跪着 跟他们磕头 后面都有写到 如果你爸妈 不让你出家 你要读哪一部经 都有写到 经典里面都有 当然要让父母 我们永远 出家不是不孝顺 就是因为很孝顺 再来要很精进地 让对方感动 所以对他的真心 而且经典又说 父母年纪大了 要住在寺庙 我们都准备地方 给他住 好好的来孝顺 父母生病 我们第一个到家 第一个作业 所以因为你要让父母 种下一个善根 原来我几个小孩子 里面就是出家 那个最孝顺 他对出家 对佛法就有一份信心 所以我母亲不学佛的 这一次我出来以前 大病 差一点往生 现在好像有一点改变 他不再看年纪剧了 他只看生命电视台 至少有这个改变 他就看这个 内容有没有看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至少 他对世间的戏剧 就没兴趣了 但是我们不能有一秒钟 停止回向给他 意念他 因为没有父母 你就不知道精进 为何因 所以特别我母亲身体不好 不好我就要更努力 所以甚至用自己的身肉 所以各位你要多观想 你妈妈胃不好 那你一定要真实的观想 以自己的胃给妈妈 然后一直观想你的胃在痛 希望观想到真的 因为不希望他有一点痛 虽然现今的社会 你不可能去割给他 但是你要用心 用身肉 祭救父母 为己之恶 释迦牟尼佛过去 是真的去做了 因为有这个功德 做天王 做世间圣王 来自成佛 都是因为孝顺的福报 所以这一次各位 说完短期出家 回去以后 你要变成180度的孝顺 那特别如果你有结婚 你对你的岳父岳母 对你的公公婆婆 也要孝顺到极点 我个人 我师父也是这样讲 你还没有出家以前 还有一秒钟 你要对你的父母 孝顺到极点 你出家以后 在家用身孝顺 出家用心孝顺 要更孝顺 不停止的孝顺 所以 那这样我们在修菩提心 悲心 才不会颠倒 才不会走错方向 反过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 出家菩萨 他们有时候 爸爸妈妈来找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讲 父母来了 上座上座 你不要叫他坐在下面 我们主桌的 哪一个出家人来了 他爸爸来了 请他坐在最前面来 因为 之所以你能够出家 是因为有父母 你要让父母觉得说 哎呀 我儿子出家了 我女儿出家 你看我变贵宾了 像我妈说 他们都叫我书 什么书 我妈妈叫我 为什么叫我师母 然后拿红包给我怎么办 我说收啊 佛陀说 可以的可以的 你我帮你做好事 你收收收收 我拍死了 不要紧 我能不能推来推去 推什么 但是本来就这样 因为你做出家人 人家尊敬你 那你的妈妈 人家更尊敬你 这是源头的关系 好 杂宝藏经节路 我言 非但今日赞叹 辞笑 于无量节 常义赞叹 所以我想 现今 很多人对出家人 有一个意见 不孝顺 不孝顺 那 各位一定要做的 如果你有幸要出家 这个要做到底 做到底 然后姻缘就会成熟 所以 要用各种方法 所以我要出家以前 我跟我父母 跪啊 我说 我现在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我 这辈子没姻缘出家 如果真的姻缘不足 那我不会再回家了 因为我太太小孩 他们有钱了 那我要24小时 守在你们两个 佛佛旁边啊 照顾你们 但是如果我能够出家 我会把所有老人 都当做爸爸妈妈一样 来孝顺 让我才有功德 来汇险给你们 就我老爸说 你讲什么 我听不懂 意思是 我讲什么 他听不懂 我说对 那我表达我的立场 所以 但是我想 这是我自己发的愿 我不会改变 再来 六度集经 各位你要注意 佛告诸比丘啊 所以因为出家人 放得下 有点狠的 但是如果忘了慈悲心 忘了孝顺 没办法修慈悲心 所以要强调 深深事实诸佛 自孝之行 所以 都是因为孝顺 所以才能够成佛 这也是我们受菩萨界的基本 换过来最重要 大方便佛报恩经 节路 如来为一切父母雇 常修难行苦行 难舍能舍 头目随脑 国臣妻子 向马七宝 免于车胜 衣服饮食 也不愿意